字幕提供 大家早安 大家新年快樂啊 今天是初二 初二代表什麼? 回娘家 你還不需要回娘家 你明年就要回娘家了 阿賀你要想 我明年就會變成什麼身分了 你明年就會變成別人的女婿 我要變女婿了 對啊我要變成別人的媳婦了 因為我們真的結婚的話我要叫你媽媽月母 很奇怪吧 你要叫媽 是喔所以你姐夫都叫你媽媽媽 對他叫媽 媽 媽的台語怎麼說 媽的台語就是 媽 等一下媽媽的台語就是媽 喔媽媽的台語是 阿布 對阿我想說媽媽台語怎麼變媽啊 喔我從小都叫媽 媽 媽 阿牧 阿牧阿牧啦 喔是阿牧 好阿牧 今天的主題 今天主題可以先分享一下 你以前過年的時候都在幹嗎 我以前過年的時候 對阿你以前過年的時候都在幹嗎 就是被長輩嫌棄啊 狗狗耶 你們嫖狗狗耶 喔我兒子都沒什麼在念書啦 然後全班第一名 全校也有前五名 他班上很多女生在追他 他都给人家拒绝 他是觉得现在把书读好就好了 女孩子女朋友以后再交 你们家百姓 全班最后一名了 好可憐 他算什么本色好好 可是算了 因为比较这种东西 社会本来就是因为有竞争力 社会才会进步嘛对不对 所以那些长辈就是从小就是在培养我们的竞争力 竞争从小开始 我小时候就很讨厌他们 可是我长大之后我就有点释怀 我觉得应该算释怀 可是小美说他们家亲戚完全不会这样 我们家亲戚完全不会 好扯喔 完全不会啊 他们就是会互相分享各自的生活 今天发生的事情 然后一直翻以前的旧照片出来看 就说你看你以前好年轻喔 没关系你现在也长得很年轻 开始讲好话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亲戚都不会讲难听话 不会啊 好扯喔 对啊完全不会 真的吗 可是那是因为小美 那是因为小美都考前十名耶 你功课最好耶 可是他们都不讲成绩的啊 真的喔 不讲啊 你知道我以前真的超害怕的 就是亲戚以前的 完蛋了完蛋了 完蛋了他出现了 他开口 阿爸宣了喔 阿你这次考试考怎么样 他就是亲戚过年 然后开头见到他喔 你不要跟他讲说 考的跟你的长相一样 哈啰 阿那一定是考很好了喔 喔耶 你看 考的跟阿不一样 等一下你这句是谁学的啊 从来学来的 啊没有啊 你想到的喔 对啊 哇你好聪明喔 我这 你发现你这次考的怎么样 我考的跟你长相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呦你这个好厉害喔 喔你看 喔那你一定是考的很好 全班第一名耶 哇 真的是 机智啊 哇 好聪明喔 等一下有人说 除了新年快乐 还有 新人节快乐耶 2月14号明天 你看我还记得 14号明天 我要把那个 柜子里吃剩的金纱拿出来送你 那个金纱是我买的 在华纳我再送你 欸 哈囉 这小时候其实是 会讨厌亲戚 甚至说害怕亲戚 嗯 因为我觉得 很多亲戚可能打冲心 就不太看不起我们 就觉得说你们家小孩都不会读书 我们家小孩头脑都很聪明 所以长大后就算了 因为我是觉得以前那种观念 因为毕竟我们那个年代都是 读书读得好就是最厉害 就是其实到现在还死耶 没有因为那是 因为大部分都觉得说 学生的本分就是把书读好 啊偏偏 你要想一下有些人就是不爱读书 我从小就把自己的兴趣培养好了 你兴趣是什么 我兴趣就是画图啊 还有创造小东西 我还要嘶嘶嘶叫欸 可是说实在真的 我们亲戚是不比较啊 但难免都会 就是会有点小自卑吧 因为例如说听到说哪个谁 啊考到很好学校 或哪个谁 啊自己都考不好的时候 多多少少妈妈回来都会念养生 真的 就会 就是即便没有比较 可是自己心里都会觉得难堪 在那个比较大厂会上面就是难堪 妈妈一样都花钱在养小孩 为什么人家小孩就是比较聪明 那种笨成这样 可是其实长大之后出社会就发现这社会就是在比较啊 你知道以前 我让我分享一个我过年 以前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的故事好了 因为我奶奶是在接近过年的时候生日 然后要拿红包的时候 就要先去奶奶那边 跟奶奶说 生日快乐 就是要先耍一个宝给大人嗨你知道吗 就先耍宝小朋友好有礼貌 小朋友好乖哦 好会叫人哦 这乖呢 然后就才能去领红包 然后领红包直接被我妈抄走 所以你以前喜欢过年吗 过年哦 不排斥耶 因为我最喜欢过年的时候那十二点 那阿伯因为我们家神坛嘛 那阿伯就会来我们家外面 就是十二点的时候开始放那个 啪的鞭炮 以前不环保 以前不环保 那鞭炮又搓又长的 那一放下去 然后整个地板上全部都是灰 跟那个纸片红色纸片 很乱啊 对啊 然后我们就 然后在那边扫地 扫地扫得很开心 对 那边扫地 路路路路路 然后从那边扫到那边 因为一炸开 那整条路都是你家的那个鞭炮的灰 然后我们在那边扫地 啦啦啦啦啦啦啦 只是以前亲戚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可能就是比较 在亲戚中比较不讨喜吧 可能小孩子比较不会读书 然后亲戚又比较看不起我们 说什么心意有道都是胡销 心意道就好了嘛对不对 然後你送蛋捲 你看他們家都送人家蛋捲 這蛋捲好意思送喔 現在的蛋捲都把它凹成八字 我就覺得不知道 我想到過年我就覺得各種負面情緒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然後你要自己一個人坐在鞦韆上 我覺得你在一個家族裡面 如果說親戚是和藍可金就算了 如果他今天不是和藍可金 你剛好偏偏又是那種 那種親戚裡面你最不能比的 就是你是在最底層比下來 你是在最後一名的那種 可能不管是長輩還是家境 還是你的學業 還是事業 可能都不是在最好的 甚至說在最底部的那種 你在過年的時候就會很痛苦 你就會就會就會喔又是他們 沒關係我會渲染好情緒給你 我要宣揚正面光嘛 你知道你剛剛在講那種的時候我就整個 好啦這就是你過年的想法 對不對 對啊我講到過年有點難過 你悲傷的飛魚罐頭已經溢出來了 沒有因為 你知道那種 有許是有些情緒還會瞧不起你 你就會更不爽 可是我就去算了啦 那光頭哥哥說過一句話 最好的報復就是不要報復 好啦那小美你繼續吧 好喔 剛剛是不是講到說我以前都在那邊掃地 那登登登登登 對啊 對啊然後過年不是都要守睡 守睡 守睡啊守睡就是不睡覺啊 對啊都要守睡啊 啊放完鞭炮之後就會進入守睡環節 嗯 啊那時候掃完地之後就還在亢奮的階段 可是每多久就會直接斷電就很想睡覺 小孩子都是這樣 就突然斷電了 對啊就很想就斷電了 就很想睡啊 可是好像不能 說父親我要守睡 我要讓我媽長命百歲 是這樣子喔 這概念是這樣子 守睡就是要讓自己的家人 讓媽媽長命百歲 對啊讓家人長命百歲 那以後你熬夜媽媽 欸怎麼還不睡 沒有我要讓你長命百歲 現在不是過年 喔 好繼續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我忘記我很小 不知道幾歲 然後我就跑去偷拿我媽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啊 吉隆咖啡 然後就嘟嘟嘟嘟嘟嘟 然後呢 啊好難喝喔 啊不行我要守睡 嗯 就拍一滴咩 好啊 然後 然後就嗯 然後我就喝那很難喝的吉隆咖啡 我就一直洗腦自己 嗯 這個要守睡要守睡 就喝完去睡覺了 好啦喝完直接睡 喝完直接睡了 嗯 然後 有一年 有一年就是那時候 因為我跟我姐差了六歲 嗯 然後差六歲這麼多 所以我姐早就可能 以前童話故事什麼的 我姐就都不信了 可是我還會信 我跟我弟就還很信 因為他是很大很大 他就已經很大 你看喔 我才剛幼稚園了 他已經小學六年級了 嗯 對啊所以就差很多 然後他那時候我跟我弟就在房間玩 叭叭叭叭 然後他就說喔 你看快十二點了 阿伯要來這邊放鞭炮了 嗯 我說喔 那我要下去看 我姐說不行 你不可以下去看 等一下年獸會來 哈囉 然後他就開始形容年獸長相 年獸啊 很大隻 他長得很像獅子一樣 他都專門吃小朋友 真的 對他很兇 他來了的時候他會 一直叫很恐怖 一直叫 對然後我弟就很害怕 然後就躲在那個槍角上 所以年獸長得跟獅子一樣 對啊 獅子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年獸長怎樣 我就說年獸很恐怖很大隻 他有大爪子什麼的 他會叫很大聲喔 然後他就說會很恐怖喔 所以阿伯等一下會在下面 然後放鞭炮 趕快把他嚇走 不嚇走的話等一下 隔天弟弟就不見了 哈囉 哈囉 弟弟好可憐 弟弟好好吃喔 弟弟就不見了 弟弟要被吃掉了 然後咧 然後就喔好恐怖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很害怕 然後就躲在棉被裡面 喔怎麼辦 可是我想放鞭炮 要掃地喔 可是等一下年獸幫你吃掉 怎麼辦 只吃弟弟的部分 你說沒關係啦 反正是弟弟被吃掉 對啊 可是我很怕弟弟被吃掉 然後就喔怎麼辦 等一下年獸幫你吃掉 然後弟弟說什麼 我說那裡留在房間 我自己下去 哈囉 是這樣嗎 然後我下去的時候 因為快十二點 我就一直 我就躲在門後面 嗯 我等到門後面很怕那個獅子 可能會從那個 就是這條街那個 鑽過來啊 或者他會直接跑出來 我不知道他會從那裡出來 我就很緊張啊 然後放鞭炮的時候 我就先去躲起來 然後放完之後 我就說阿你的獸咧 你的獸咧 阿你的獸莫來 然後 阿別說沒有啊 年獸已經被嚇跑了 所以沒有來啊 所以我從頭到尾都沒有看過年獸 所以你小時候很信喔 對啊 你小時候超信 對啊 可是他年獸不會吃你 還吃你弟弟 可是我還是會怕啊 哈囉 我姐說他長得很恐怖耶 可是我覺得他的謊言 掰得非常的perfect 他掰得很好 對啊 那你要 所以那是以前 你直接騙你小時候的你 對啊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你大學騙小孩子 哈囉 你要你要跟大家分享嗎 小美以前大學騙 那是多小小孩啊 大學虎賴小朋友的故事 是多小啊 那小朋友好像才國小吧 小美在虎賴 好你要跟大家講了嗎 那以前 以前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是讀那種視訊傳播 就是讀那種影片剪輯 做動畫 對對 影像類的 對影像類剪輯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個 可能功課就是要錄影 要錄影 就是要教一段影片出來 阿你要用什麼形式都可以啊 就是在拍片的感覺 像是拍以前的微電影 那時候在虹什麼叫做微電影 對 就在虹那個微電影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想說拍一個微電影 然後有一個 有一咖景是在學校的中庭附近 靠近那個停車場 嗯 我們就在那邊拍 然後外面剛好有一群 可能放假時間 有小朋友在那邊走路 然後我們就不想要讓那小朋友 入境你知道嗎 因為入境我們又那一咖 就不能用了啊 我們就帶小朋友在那邊玩 我們又要在那邊錄影 然後我就跟小朋友講說 那個姊姊就要在這邊拍片喔 阿拍片的話 你如果想要上電視的話 你跑進來就會上電視的 阿如果你不想要上電視的話 你在旁邊等一下 阿姊姊拍完片子啊 大概沒多久就會在電影院上片喔 阿你要記得去電影院看我們喔 好 然後他就喔喔真的嗎 真的嗎你們要上電視喔 我說對啊 阿所以我們等一下在這邊拍的片 你要仔細看喔 以後你們可以在電視的影院看到這一幕喔 阿就喊阿 他就很開心跑去跟他媽媽講 哈囉 媽媽在那邊在拍電影耶 哈囉 阿應該很虎爛啦 現在小朋友沒那麼好片了吧 我覺得現在小朋友越來越難片了 你當我兩歲小孩阿 你說你會上電影 你會拍Tito 你怎麼會拍抖音還敢胡我阿 小美大學念哪裡 以前我們Q&A都有說過阿 對啊 我們是念我們兩個都是念南台的 對啊 南台 這樣南台越來越厲害了 真的嗎 我們以前不是長那樣阿 你說那個八一大樓 對啊 哈囉 我們都沒有使用大 那我們過年 我們過年是不是講完了阿 我只要講過年都好像就變不太開心 那飛魚罐頭又要打開了 什麼飛魚罐頭阿 悲傷的飛魚罐頭 為什麼是悲傷飛魚罐頭 那飛魚罐頭很臭阿 你一個不小心碰到 啊啊啊啊 悲傷的情緒噴發出來 一發不可收拾 這是你發明的形容詞嗎 對啊 因為飛魚罐頭就是打開一點點就會整個臭到不行 漫天飛 所以小美發明了這次悲傷飛魚罐頭 想要一打開一點點 欸悲傷情緒就出現了 他會感染其他 好吵欸 悲傷飛魚罐頭 欸有人說他拿紅包要拿要跪下來 蛤真的 你爸是皇上是不是 你可以單腳跪阿 他去 他跟阿嬤 跟阿嬤拿紅包 跟阿嬤求 皇母娘娘 下跪磕頭 他說老佛爺 那個哥哥給您請安 給你請安 給你請安 不然我在講我小時候過年吃的那個糖果 蛤什麼糖果 你以前過年的時候 現在有在賣但是很少 因為那個我不覺得他包裝可能 他包裝可能不太不太衛生 所以慢慢的就淘汰掉了 什麼餅乾呢 以前你有沒有拜拜的時候 那個過年都會買很多糖果 對啊 他糖果就有一顆一塊金金色的魚 對啊 還有元寶 對 還有那個錢 巧克力 巧克力餅乾 巧克力魚 巧克力足球 巧克力錢幣 巧克力元寶 巧克力元寶 已經很久沒看到了耶 巧克力魚 加勒福還有 真的喔 我以前都不知道吃那個吃特別多 因為有魚 然後有元寶的時候就特別嗨 就想去拿那個來吃 嗯 有一年就是過年的時候 那我們要準備睡覺了 嗯 然後長輩就說 好來趕快去睡覺刷牙啦 然後我就A了很多魚 還有元寶 然後我想說邊睡覺邊吃 嗯 然後就是偷偷吃 在元寶裡面吃 對啊然後我就 我就把元寶那個魚啊 就是撕開了魚頭的部分 然後就放在床上 床邊喔 嗯 床頭櫃的部分 然後就一個一個把它拍好 哈囉 然後就吃 還沒睡著之前就去吃個幾口 然後 然後再 等等再去 就要睡著之前 再吃個幾口 喔好粗喔 粗喔都魚 然後重點來了喔 因為奶奶啊 還有長輩他們都說 年年有魚 嗯 所以只有那個魚的部分 只能咬一口 真的喔 他們教導了信仰 真的喔 對啊所以那個 魚不能吃完的意思嗎 年年有魚啊 魚不能吃完啊 所以我那個 魚的巧克力就 只吃魚頭部 然後其他就放在那邊 哈囉 然後那個元寶就把它吃光 喔好 然後我媽 我媽拉開窗點的時候 就發現 欸為什麼這邊都有吃一口的魚 哈囉 然後很多條 哈哈哈 浪費食物 可是他說年年有魚啊 好 然後那個巧克力就放在那邊 就長馬眼 喂 哈哈哈 有夠難吃 那有人都說不好吃 我覺得還好耶 沒有那個小時候真的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那滿好吃的啊 然後長到之後覺得那幾度難吃 真的喔 那就是很難吃 真的啊我印象中還是 停留在好吃的部分 它有點像是巧克力跟焦糖牛奶的中間 它不是純巧克力 是喔 它不算會化開 它是吃起來有點QQ 油油的 QQ油油的 然後有點不會講 那個口感 它在我印象中還是算好吃的東西耶 是啊 嗯 我長大之後就不太愛吃耶 反而是足球巧克力還是覺得好吃 不會啊我覺得假如是巧克力我都愛吃 以前還很流行吃那個 喔那個一根一塊錢的巧克力條 擠擠出那個巧克力醬 我以前覺得現在長大就覺得那個全部都是熱量而已耶 為什麼不把它抹在餅乾上面吃耶 為什麼我覺得小時候超吃很多超不健康的東西耶 那個巧克力醬就只是單純在那邊吸那個巧克力醬耶 你剛剛說那個巧克力條 對啊 現在聽超不健康的耶 很好粗 哈哈哈哈 好吃是好吃的 而且小美你剛剛說 你是一邊睡覺一邊偷吃零食 對啊 你要跟大家分享你小時候偷吃泡麵 在床上偷吃泡麵 那好像是時間走差不多的事情 那一陣子就很喜歡在床上睡覺前偷吃東西 哈囉 泡麵的話就是以前的統一肉燥麵 就是一包一包裝 然後我就會去偷一包奶奶的那個 泡麵 統一肉燥麵那個泡麵 然後就把它壓碎 然後加一點胡椒粉 你把它當成科學麵再吃 好好粗喔 然後就把它放在床上 然後晚上大家睡覺喔 然後我就在那邊吃麵 晚上大家 你說燈都全黑了 對啊燈都全黑了 你在棉被裡 對啊 偷吃 麵 偷吃壓碎的統一肉燥麵 對 啊你沒有和其他人一起睡嗎 啊然後有啊 你和誰一起睡 我跟我媽啊 啊你媽媽沒發現喔 啊因為我怕她發現說我吃得很小聲 哈哈哈哈哈哈 你媽在你旁邊睡覺 然後你在旁邊吃草一肉燥麵 對啊 那是那一陣子 啊被罵過之後就不行了 喔 啊然後我就 我就在那邊吃那 喔好香 好好煮喔 哈哈哈哈 喔哈哈 然後我就 嗯 啊因為 因為害怕被發現 那邊就吃特別小聲 嗯 然後呢吃了吃了 然後就睡著了 吃到一半睡著了 對吃了吃了然後就睡著了 然後醒來的時候 我媽就欸起床了 然後大家看免費發現 整個床 都全部都是碎碎的麵 啊就 哎呦你 你怎麼會吃成這樣 你怎麼床 床上會有麵 哈哈哈 喔 那你有被打嗎 沒有啊 然後她就說弄一弄啊 那個都是麵很讚耶 啊所以 所以你怎麼 怎麼處理 然後我就把麵撿起來而已啊 再吃掉 欸我忘記有沒有吃了 把他集中起來 然後一口悶 一口悶掉 我忘記有沒有吃了 好Q喔 對啊 真香 而且那個 你有撒那個調味料嗎 對啊 那床 那床有香香的味道 那這床真香耶 對啊 小時候有一陣子 很喜歡在床上拖持東西 所以你以前小時候 就很喜歡吃宵夜了 對啊 那為什麼你會想要 留到晚上吃 晚上還沒睡早之前 肚子會餓欸 你是幾點睡覺啊 我不知道 我記得以前媽媽都很早就趕我們去睡了 八九點 九點多 差不多九點半是極限 所以你九點多就是餓了 對啊 哈哈哈哈 你不是六點吃飯嗎 跑會跑會餓欸 你說你吃完飯該跑一跑去 對啊 然後家裡面很多那種 格西 什麼格西 格西就是很多壞掉的玩具 然後我就想辦法把它變成新的玩具 什麼東西 就是像以前有一次就是把那個壞掉的呼拉圈 很薄的那種很輕的塑膠 然後有一次就是那個跟我姐啊 或跟我弟吵架的時候就會 亂丟東西 那那個呼拉圈就壞掉了 你說你說呼拉圈給你弟 對啊 哈哈哈哈 好繼續 那呼拉圈就壞掉 就凹進去一個就是 他就是不是圓 就阻不起來了 他就凹進去一個缺角這樣子 他就壞掉了 嗯 那呼拉圈壞掉了 然後我就發現 那呼拉圈 我就把呼拉圈凹一半 然後凹一半之後他就 還有呈現一個半圓形 可是另外一邊就是垂直的 直線嗎 直線的沒有 然後我就把那個 我就拿了一條繩子 然後去把那個彎的部分留著 然後把下面全部綁起來 然後就做成了一把鐵碎牙 你知道嗎 鐵碎牙 就是那個犬夜叉裡面那一把刀啊 所以妳以前就叫做鐵碎牙 對啊 我就去拿我鐵碎牙 跟我弟幹架 妳說妳吵架喔 妳會說 妳會說我要去拿鐵碎牙 對啊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拿我鐵碎牙 在家裡面到我到處亂跑 喔喔喔喔喔 然後他以前不是用那個什麼散魂鐵爪啊 我就會一邊念那個招式一邊看我弟 散魂鐵爪喔 對啊 妳知道鐵碎牙 鐵碎牙的名字叫什麼 鐵碎牙是那一把刀子的名字 他的技能名字叫什麼 我有點忘了 所以妳會一邊揮著妳的壞掉的呼拉圈 一邊喊著犬夜叉的技能名字 對 然後一邊K我弟 金鋼槍破 瘋之傷 他在瘋之傷 我就 我就一邊拿著鐵碎牙 一邊揮著瘋之傷 然後就一直K我弟 妳一直 妳一邊練著奇怪的東西 一邊K妳弟 對啊 那妳弟說什麼 喔喔喔 喂 哈哈哈哈 妳聽說喂 那妳弟不會反擊嗎 不會啊 他會拿什麼 他會拿小椅燈砸我 哈囉 妳不是打WWE喔 我在想那個 椅子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攻擊 可是因為他都不太看卡通的啊 所以他都念不出招數 他只是一直K我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妳明天打架誰會先哭 欸 基本上是他先哭 妳就把妳弟打哭喔 喔 弟弟喂 喂 然後我媽就會跑出來罵說 欸不要欺負弟弟 那為什麼妳要欺負弟弟 妳沒有跟他道歉了 妳說小時候不懂事 對啊 小時候不懂事 就是用複子上 種傷 欸 五湯喔 那都是不良示範啊 喔喔 啊可是以前的很 就是 還沒有像現在可能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像這樣的打鬥方式 可是以前都會跟兄弟姐妹打打鬧鬧 可是說實話 以前我妹妹打架也是打得很恐怖 就是打到發瘋 我不知道 有兄弟姐妹以前 吵架的時候都會吵到整個牙起來 而且是打重心的牙起來 對啊 就像我要把妳打死 就是妳的腦袋已經有 我要把妳打死 那種心態已經跑出來很恐怖 小孩子心態是很重要 有時候就是家長沒有去教育說 兄弟姐妹可以打鬧 可是要記得那個分寸 帕波說小時候可哥哥打架 哥哥拿我的頭去撞玻璃 欸 欸 不太好吧 我有點可憐 哥哥有點兇欸 有人說 小時候跟表妹搶麥克風 表妹搶出用麥克風 好 貓我的頭 我就把反擊把他咬到流血 等一下 為什麼用麥克風 太可怕了 這個是不是可以講一講 你說什麼 就是分享以前小時候小孩子打架的故事 為什麼就是在冤火爆啊 小孩子的PK日常 對小孩子的PK日常 我肚子叫了 你肚子餓了 對啊 你今天有吃午餐嗎 我11點就吃了 你吃了什麼 那個 舊媽煮的麵 麵 哈囉 我們回來了 哈囉 歡迎回來霸軒的廣播電台 好現在時間是 我不是霸軒 哈囉 你是修妹 好喔 哒哒哒哒哒哒哒 好喔 我們我們今天我們剛剛講哪 講到小孩子打 小孩子打架我們之後分開一部 分開一起講 我覺得小朋友打架這個好像可以做一個專題 我 各種狂人 在線 我剛剛已經看了有些留言說 什麼小時候打架各種瘋狂的啊 我覺得是因為小孩子他們比較沒有自制力 他們不知道說這個已經有點越線了 對啊 對啊 他那時候已經當他生氣起來的時候 失氣理智了 他的情緒會完全控制他的那個行為 對 就是他身體已經被他情緒可以掌控了 就很像是那個名人被酒尾控制的時候 對啊 他就會死出 爆走了 三文鐵裝 不是 那個查克拉已經溢出來 他的憤怒 他滿腔的怒火已經控 已經已經控制不住了 我覺得啦 很多很多普隆公啊 他們很容易生氣 你不覺得嗎 他們很易怒 他們會覺得你針對他 對他們外面有些普隆公啊 他們就是很易怒 我覺得他們就像小孩子一樣 我們小孩子是不是 我們小孩子是不是很容易控制不住的情緒 對啊 小孩子就是你今天惹我生氣了 那我要生氣了 我要生氣了我要吻贏了 我說生氣 對我要吻贏了 然後就直接生氣了 那為什麼我們長大之後就好 因為我們懂了控制自己的情緒 我們變成熟 我們知道了 什麼樣的時候 該用什麼樣的情緒 我們知道什麼當成熟男人 成熟男人 可是我覺得很多普隆公 就是你已經到一個年紀了 阿摩已經留八字虎了 不管 不管你是二十歲也好 三十歲也好 四十歲也好 永遠都會有這種 就是他們的情緒管控能力 就像十歲小孩一樣 哈啦 哈啦 你是在誇下 哈啦 你給我親你啊 啊 然後騎摩托車的時候也會有 啊 你給我親啊 沒人看你眼睛 哈囉 他們不是很像哈哈叫我嗎 阿娜 還是只有台南的這邊會而已 我不知道耶 看到這種情緒管控能力很差 就覺得他們就像十歲小孩 而且 小美你有沒有走在路上 被人家嗆過啊 欸被人家嗆 女生應該還好對不對 嗆喔 年輕人沒有啊 可是我常常被那種 那個老婆婆 A.I.H 那還好啊 那不是嗆 我會走在路上 就是要去看她小 欸我只是看她耶 你不覺得有時候 我就覺得很難口 就是你走在路上嘛 你可能沒有注意看路 然後你就不想撞到別人 你是沒在看路 然後你開始仔細看路 你看她一眼 你是在看三小 我就不懂為什麼 三四十歲了 還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不要說三四十歲啦 很多 尤其是二十年 我覺得年輕二十歲的這個 血氣方剛的年紀 這不容易失控 那時候每個人 人人體內都有一隻九尾查克拉 你看有人說了 現在人都對喇叭過敏 所以我之前和小美說過 喇叭這種東西 我舉例 我有時候在給我一些 比較普隆的朋友在 然後後面汽車扒一下 她就說到底在扒什麼東西 然後就很生氣 一直唸一直唸一直唸 就一直碎碎唸 她九尾查克拉上身了 對她九尾查克拉 就像意區外一樣 我就說喇叭也不是在罵髒話 人家說不定是要提醒你說 她可能要經過 她怕你騎車方式有那麼危險 她可能怕你突然往外靠近一下 會有危險 然後我上次跟小美就討論過 台灣應該要統一把所有的摩托車的汽車喇叭 改成喵喵叫 喵喵喵 改成天真鼠車車啦 啾啾啾啾啾 啾啾啾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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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車上 就到時候啾啾啾 把喇叭 全台灣 不管你是汽車還是摩托車 喇叭統一改成 啾啾啾啾 我相信就不會有人在吵架了 有人說因為 車子的喇叭聲音很刺耳 所以聽得會很火大 啾啾啾啾啾啾 對啊 感覺啾啾啾啾就不會啦 有人說會更火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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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變成對天竺鼠過敏 天竺鼠在 不能成為一種可愛生物 有人說塞車的時候 就像天氣大戰一樣 哈哈哈哈 可能就是喇叭 是不是感覺不到情緒 喇叭這種東西就是 那你就感受不出來 這個架子的情緒啊 可是 我自己在按喇叭的話 我自己按喇叭的話 你應該看過我按喇叭吧 都是很輕很輕的 有啊 很輕很輕的 就像你 你憋著放屁 不小心 不來 你在什麼 哈哈哈哈 露氣 露氣的那一種 不是放屁 我說像蜻蜓點水一樣 空氣屁 用你的 用你的 手掌輕輕的拍一下 那個喇叭 就是那種 我還是覺得很像你憋不住了 好啦 好啦 露屁了 反正就不是很大力的按下去那種感覺 欸 問一下為什麼我們沒有再出海龜湯 啊海龜湯會再會再出 Maybe四月的時候我們就會復更了 那我們要先復更 鬼故事 鬼故事 因為我們鬼故事的坑哥太久了 鬼故事的話一定要補起來 鬼故事從去年七月開始錄 然後錄到現在只錄了一集 啊 久到以為停更了 很忙很忙 明天幾點發 明天明天會發片嗎 我們要努力做片子 明天應該沒機會喔 明天沒辦法我們話不出來 喔 你看我們今天跟長輩請個假 好我要回去工作了再見 哈囉